明白吗?两只手指压,拉下去,就不是推 明白吗?你记住我们是用这个力量 其实这个是脚力,不是右手的力量 所以你两只手指是一样的 明白吗?Go! 左脚后压,你右脚是一定冲前 这个就证明你是重心中前 记住我们是这样,你可以这样,你立即就可以摸下 拿起右脚,后压,OK? 后压,对了,试一下 拿起右脚,后压,吸拉,对了 再来,这个就是第二个大问题 Go! Good! 它身体直了,OK? 然后问题在哪里呢?就是 它的波并没有成为一条直线 这个镜头你会看得很清楚 我们右脚,大腿是对楼,不是脚趾 大腿啊,大腿啊,OK? 当我们大腿对楼的时候呢 它这里呢,是跟我们的胸呢 是成为一条直线的 这条直线你拿了 你只要一按,你就一定是一条直线的 这里出问题了,它的波是在中间 你要想像一样东西,这里是一个箭嘴 然后,这个是一个箭嘴的底部 直那个位 我们呢,就形成一个箭嘴是这样拿的 这个波就要在你的膝盖上方 形成一个箭嘴 你看到这里呢,就是箭嘴的底部 你就是箭嘴了 箭嘴 你拿着波的时候 然后,记住手不要拿中间了 要拿这里 形成一个箭嘴 吸 对了,形成一个箭嘴 OK 明白吗? 试试 压 拉向下拉 对了,停 这里,再来 这里,升起一点点 拉 对了,good 再来 知道为什么要强左吗? 你没有用左手 哦 你要用左手上的嘛,看到吗 停 对了,这里,箭嘴 拉,停 在变中 拉 对了,good 再来 对了,过右边 对了,拉 对了,good 再来 这个也是推的 再来 还是推的,记住 先升直 压 拉 压 吸 不行,推了 这个 不是,你的球没有升过上去 你看,Maphew的针没有升过上去 哇,Maphew做示范 原来一流的 全部错了 记住这样 这个 升起针 不是,这里 看着 这里不是反了换吗? 不是 不是 升起针 升起针 你看到针升起了 明白 我们就是 拉下去之后 你不升起针 因为你这样 你不升起了 你就推 这里 升起 记住 这样升起 我们经常说吸拉 就是 扔 扔上去 这样 捉住 扔上去 OK 然后 扔 拉下去 拉回球 试试 来 扔 对了 好 加上核心的力 用脚腕 不要用大腿 再来 再来 你不就右偏捅 对了 握 扔 拉 对了 这球OK 拉下去 不要推 记住 升起针 先前一点 第一,屈了碗 对了 不是这里 这是从前面 是这样 是这样 球在顶上 Go 吸 拉 再来 吸上去 记住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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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起先 壓 吸一下 对了 球是直上的 拉它下来 一上就拉它下来 对了 好 次了 你看到不断抖了 再说一次 左手没力 左手没力 握 右手只向下拉 这个推了 肩膀用力是最难改的 再来 再看拉致 记住 抹上肩膀 OK 胸 对着框中间 右脚拉后半步 再来 压 吸 拉 不行 歪了 左手没力 当它改也都改不到的时候 我们又要转另一个方法和它改 稍后这个练习呢 练习右手 吸拉 可以拉的 伸直 OK 左手伸直 右手都不用完全伸直 左手完全伸直 吸 那个球记住 在球的顶部 然后 吸 吸 上肩的同时 拉下去 行不行 上肩的同时拉下去 记住呢 你的身体是向上的 下巴向上 吸 吸 左手一向上吸 右手向下拉 好 感觉是这样的 不要用肩膀出来 试一下 你的球从头到尾都在顶部上 没有这样的 用不到肩膀的 是 吸 吸 屈了碗 屈了碗 记住 没有屈碗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我的碗 没有屈碗 这样的 再看一次 吸 吸 不要屈碗 再来 吸 再来 断开了 吸 吸 吸 拉 小小屈了碗 好 停 記住這件事 手背 手背 這裡 手背控制 試一下 手背 只是控制手背 1 2 停 左手直 右手不用太直 手背上 停 你的手背走著 手背一翻空 向上 不行 再來看 看著 你記住 你的手背在這裡 就在你的胸前 你剛剛就來右邊 明白 對 再來 上不去 上 上 對 拉下來 你現在還在拉向前 試試 像印尼人一樣 你記住 你這個球一定要在你的胸前 因為我們是這裡對腦 拉 明白 這樣 就不要屈碗 這樣拉下去 那個碗 你看著 其實我們的碗 我們的碗是這樣的 這樣 是會跌下來的 但是看著 當你升起的爪 它就不會跌下來 但是你的碗是沒有屈的 所以我們是要升爪 明白 為什麼我說不是頂爪 你頂上去 你會用肩膀力 我們不是用頂的感覺 我們是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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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爪要動 但是不是用肩膀 拱上去 如果不是你一想著頂 你一用肩膀的球 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再來 吸 一 二 二 不行 脫手 力量不夠 記住 我們如果在這裡 就很難有夠力的 低一點 一 二 拉 明白 低一點 低一點 低一點開始 一 二 拉 對了 好了 做慣了這個動作 你預計 自己要入10至20球 看你多純熟 我個人建議最少入20球 好 先罰球 好 接著移到罰球線 記住一樣東西 罰球線呢 你都可以 就這樣拉的 但是你就會感覺很硬 我們要怎樣呢 你呢 這次就是要壓 左手一起上 腳和手一起上 一起上 一起上 搧升起 我們胸對著個框 波在右邊膝蓋上面 壓 記住左手 拋 拋 拋 然後壓 拉下來 明白嗎 腳腕 儘量用腳腕 不要用大腿 明白 壓 拉下來 OK 試一下 壓 拋 好 已經推了 剛剛看見到 Mapfield就是在這裡的時候 反轉了手 推他出去 你記住 看多次 手背 控制你的手背 不會反的 我們永遠沒有拿到波底 最多這裡 不是底 然後壓 然後壓 拉下去 OK 來試一下 聽 這裡 記住 控制手背 控制手背 不要反碗 沒有反碗的 記住 加騰 向後踢 不用那麼多 少少 兩隻手指 滴一滴上去 這裡已經是 hold了 hold碗 左右不掉 上不掉 左右不鬆 一踏到下面 鬆 明白 上去 都是推了 再來 踏下去 踏下去 swing下去 不是 推了 不是推 你再說一次 不是右手法力 你看一次 你試一下 兩隻手指 記住 我們是吸 拉下去 明白 兩隻手指 壓 拉下去 就不是推 去 明白嗎 你記住我們是用這個力量 其實這個是腳力 不是右手的力量 所以你兩隻手指 是一樣的 明白嗎 Go 對 對 再來 壓 好很多 感覺到嗎 你不可以用肩膀 你用兩隻手指 不能用肩膀 Go 對 這個不是吸力不漂亮 你就射不到 再來 同步 兩隻手指 壓 對 差不多了 開始好些了 你看到 Mathriel剛剛 腳加速的 同步力量 不要加速 不是用爆炸力 射球不是用爆炸力 壓 腳腕 對 這個感覺好很多了 再來 腳腕 不行這個推了 拉下去 是扔下去的 壓 這個推出去了 好 停 你看到 今天都練了很多不同的練習 以Mathriel來講 大家有福了 因為他的錯誤應該是多的 今天 你會見到Mathriel做了很多練習 有幾個 壓吸 新的手 用腳腕 還有最後用兩隻手指 但是你要記住一件事 你一想著 加速用力 跳的話 你就會用了肌肉的力量 很明顯的 你見到他一用大腿 肩膀就去 記住 我們是 Cup Cup 很柔軟的 拉下去 明白嗎 就不是推出去 同樣你射球也是 你不會屈腕的 拉下去而已 你看看 基本上 就這樣拉 球都到 你用肩膀 明白嗎 大家 今集我們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 在改善Mathriel 看自己的問題 是不是在裡面 例如用肩膀 用大腿的力量 等等 Mathriel 之前我們有 好時間 看看Mathriel 進不進 4球 4球3分 停 錯了 剛剛練習的東西沒有了 左手伸直 左手伸直 壓下去接球 用腳腕 不要用大腿 再解決 解決 有 4球 解決 大腿 1 5球 5球 2 谢谢观看